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韩国电影 一天 水哥是一位百分医生 却是个零分爸爸 因为工作的原因 属于对女儿的陪伴 今天是她宝贝女儿的生日 是个专程坐飞机回来 给女儿一个惊喜 声名远扬的她 在飞机上被空姐索要签名 刚下飞机 水哥就救了 被躺卡住的小男孩 还被采访上了电视 采访结束后 水哥便与女儿约好 十二点见面 女儿抱怨了几句 也只能作罢 在回家的路上 水哥偶遇了一场车祸 出于医生的职业素养 水哥赶紧下车帮忙 前座的出租车司机 步行人士 后座的女乘客 已经领了盒饭 在给司机做了 简单的应急处理后 她转身想查一下 被撞折的情况 此时 她竟看到了 倒在血泊中的女儿 镜头一转 水哥突然在飞机上进行 她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 然而 空姐再一次 来找水哥索要签名 小男孩还是吃糖 被卡住 门外 依旧是成群的记者 相同的地点 看到女儿倒在血泊中 此时 水哥再一次 在飞机上进行 她马上意识到 这不是梦 而是陷入了一场死循环中 这次 她拒绝了空姐索要签名的请求 并夺走了小男孩的糖果 取消了采访 并且立刻打电话给女儿 取消约定 通知司机会发生车祸 然后抄近路 准备营救女儿 但是水哥一次又一次 目睹女儿倒在自己面前 她痛苦地抽打着自己 突然 一名陌生男子小帅 抓住水哥质问道 为什么别人每天都一样 而你却不同 经过询问 原来小帅是一名医护人员 事故现场的那名女子 正是她的妻子 也是从那天起 小帅也经历着 和水哥一样的死循环 她想尽了一切办法 但还是只能眼睁睁 看着妻子死去 随后 两人一起想办法 试图拯救自己所爱的人 他们试着改变见面的地点 当两人赶到车祸地点时 车祸并没有发生 两人开心快乐 因为事情就此结束 这时水哥接到了一个 奇怪的电话 你的女儿三年前就该死了 她逃不掉的 这下水哥慌了 赶紧跑去找女儿 当初坐车撞上去的那一瞬间 水哥立刻固住了女儿 这一次 两人一起死了 最后赶到的小帅打开车门一看 自己的妻子也早已死去 看着妻子脖子上的伤痕 小帅意识到这是一场谋杀 原来三年前 小帅开车出了车祸 本来打算逃逸的小帅 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于是把司机和他的孩子送去了医院 可由于时间太久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而此时 水哥的女儿正等待着换心手术 原本答应捐赠心脏的家属 却临时鞭挂 司机儿子的心脏 却正好与一支匹配 小男孩恼死 父亲昏迷 为了救女儿 水哥擅自伪造了心脏捐赠 红一树 并在司机昏迷时 悄悄按下了他的手印 得知一切的司机 决定向水哥报仇 于是绑架了小帅的妻子 去撞死水哥的女儿 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也陷入了这场死循环中 自己也要每天经历杀人的痛苦 此时的水哥发现 原来这个死循环的重点就是司机 只要司机不死 便不会再死循环 而小帅拿着刀就要杀了司机 他认为 只要司机死了 这一切都会回到原点 水哥及时赶到 救下了女儿 又转身把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 因为司机活着 这一切才会结束 为了得到司机的原谅 慌乱中的水哥 戴迪司机挨了一刀 奄奄奄奄奄的水哥 不停请求着司机的原谅 此时的司机也被感化了 可是 其又引发了爆炸 女儿还是死了 再次醒来时 三人都释然了 司机看着眼前 这个单纯的女孩 和他谈起了自己的儿子 原来司机的儿子 交一天 并和他说着 许多儿子的去世 这时的司机啊 已经从心里开始接纳他了 小帅也变得更加珍惜妻子 并打算将他们未出生的孩子 也取名为一天 一个继承了一天的肉体 一个继承了一天的灵魂 而水哥也在电视上 坦白了自己的过错 接受法律的制裁 影片也到此结束 如果时间轮回永远停在同一天 你会选择怎样度过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一天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